哎呦我的姑娘 不笑难道要哭吗 要哭也不等现在哭了 嗨大家好 我是Paco 今天呢又是民国故事时间啦 之前呢我们讲了 白先勇的台北人当中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短片 听大班的最后一页 很多同学表示非常好看 问能不能再讲一讲 白先勇的其他故事 没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安排 讲一讲台北人这个短编辑当中 另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故事 一把亲 好我们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讲故事 那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叫做郭枕 女主角叫做朱青 但是他写作的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 我我既不是郭枕也不是朱青 我是一个师娘 我是郭枕的师娘 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么写 抗日胜利环都南京的那一年 我们住在大方向的人儿东村 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里 他们之前呢都过在四川 突然间回到了当时非常华丽的南京啊 所有人都是一派心情很兴奋的迹象 我的老公就这个师娘的老公叫做伟臣 伟臣呢是当时担任第十一大队的大队长是飞行员 所以他底下管了很多空军小子 对伟臣就经常跟我说啊 他有一个得意门身叫做郭枕 这个小子非常机灵 将来肯定可以成大器 果不其然没过了多久 这个郭枕就被调到美国去了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啊 就是一派阴气勃勃的样子 书里写呢 郭枕是个空军的遗族 就他父亲之前也是当空军的 但是后来就牺牲了嘛 然后他父亲之前就是伟臣的同事 所以大家都是看着郭枕一起长大的 那么他爸爸走了之后呢 所以作为师娘的我 就跟我的老公伟臣一起 就照顾他们这些小空军 等到没多久 郭枕从美国回来之后啊 就变成一个大帅小子了 书里是这么形容的 那时的郭枕 当他从美国回来 跑到我南京的家来 冲着我 行了一个军礼之后 叫我一声师娘 我突然就吓了一跳 郭枕全身都是美式 樊丽丁的空军制服 上身招了一件 翻领相毛的皮夹克 腰身勒得紧翘 裤带上却系着一个 Rayben的太阳眼镜盒 头发也长了 军帽带的高高的 然后显得整个人的阴气勃勃 那么看到这里 师娘呢 就觉得这小子差不多了 就问他说 最近有苗头了吗 找到女朋友了没有啊 然后郭枕就说 师娘 别的没什么 去美国就赚了一些美金回来 就赚了个几百美金吧 然后师娘就说 够了够了 够逃老婆了 赶紧找吧 然后就催婚嘛 其实呢 当时的南京啊 就是 但凡就是空军小子 个个都在谈恋爱 在街上走 你总能看到 就是非常帅的空军小哥哥 挽着一个时髦的小姐姐 说一切 就是个个都是潇潇潇洒的 一个月 我总能收到几张 伟臣的学生送来的喜帖 就感觉大家都在谈恋爱 都在结婚 所以呢 师娘每次看到这儿 就会问郭枕 什么时候轮到你呀 因为郭枕呢 也总是带很时髦的小姐 来他们家吃饭 但是每次郭枕都说 哎呀 这些都是玩玩的 感觉就是还没个着落 师娘呢 不由着替他着急了 哎 没想到有一天 郭枕突然跑来 跟师娘就说 他爱上了一个 在经理女中念书的女孩 叫做朱青 郭枕就跟师娘说 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师娘 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会对一个女孩子 这么认真 他这么一说呢 师娘就很期待 多时髦都漂亮的女孩 能让这个眼界这么高的 郭枕可以就是 哎 如此爱住 于是就赶紧叫他们 来家里吃饭嘛 然后这一天呢 郭枕就把这个 叫朱青的女孩带来了 哎 一看 师娘整个人傻了 朱青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孩呢 说得是这么闲的 原来朱青 却是一个189岁 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 来做客 还穿着一身 半新旧纸桶子的 蓝布长衫 肩上 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 头发也没有烫 抿得整整齐齐地 垂在耳后 脚上穿了一双 带半的黑皮鞋 一双白色短筒袜子 倒是干干净净的 我打量了她一下 发觉她的身段 还未出挑了周全 略略扁平 面皮还泛着些清白 可是她的眉间 却晕着一脉 令人见之望俗的水袖 见了我一惊半低着头 绵绵舔舔 很有一股娇人疼怜的切态 然后师娘就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个叫朱青的女孩 因为她想象中的 郭枕能看上的女孩 就是那种时髦漂亮的 肯定是那种摩登小姐姐嘛 没想到来了这样一个 就是书身气很浓 白白净净的 就这个女孩啊 看上去很害羞 很怕生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就师娘给她加菜呀 叫她吃啊什么 她也就是一直低着头着呢 牛牛捏捏 然后呢 郭枕就说 师娘你别借外 她这个人就是那样 就是害羞得不得了 我跟她说了 师娘是自己人 她还总是这么放不开 一边这么说 一边呢 朱青就更害羞了 就别过脸去了 师娘就说 没事没事 吃完饭呢 他们之后就走了嘛 师娘还在琢磨的这一对 结果就出现这么一幕 他们走的时候呢 是郭枕骑了摩托车 带这个朱青走的嘛 朱青坐在郭枕后边 郭枕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 帮她系上她那块黑丝头巾 然后跳上车 轻快的发动了火 像我得意洋洋的挥了挥手 就羞了一下就走了 我知道啊 她这一次 果然就认真了 两个人叫我之后没头走 突然有一天 伟臣就气冲冲的回来 就是师娘的老公嘛 一进门就破破大骂 说郭枕那个小子 太他妈不得了了 啊 这个泡妞 泡到别人的学校去了 谈恋爱抬昏头了 还特地开着飞机 飞到别人 那个精灵女中的上面绕拳 搞得人家所有的女孩子 都抬头出来看 学校呢 就是也很不满意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罚罚她 结果没了多久 伟臣就把郭枕的 这个小队长的名头 给除掉了 啊 给她系了个大锅 当师娘在见到郭枕的时候啊 郭枕就是一脸委屈 她就对师娘说 师娘 不是我故意要惹老师生气 是朱青 她把我的心给拿走了 我在天上飞 满心想的都是她 朱青是个好女孩 她老老实实实 笨笨笨的 只是不太会说话而已 现在学校把她开除了 她和家里人也闹翻了 她说她这辈子跟命了我 现在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客栈里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唉 傻孩子 没想到你们聪明人 谈起恋爱来 还是犯糊涂 既然这么吃 干脆结婚算了 师娘 我就是来和你说这个似的 你和老师 就做我的主婚人好不好 于是呢 两个人就很快成婚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 刚刚成婚 还没有几天 正打算去杭州度个蜜月 突然就接到上头的通知 准备要出任务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战士又起来了嘛 所以他们空军就被调到了东北去 这小两口还没过几天甜蜜日子呢 郭真就被调走了 那天早上非常的匆忙 只看到郭真啊 就是头发还乱着 满眼都是血色 跑来找师娘 跟师娘说 师娘 这次朱青只能拜托你老人家了 郭真念叨说 我们空军有很多规矩 他都不太懂 所以就拜托您了 师娘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 你师娘 我在空军部队混了十年了 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放心去吧 接下来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然后呢 郭真就匆匆的 就是去出任务了嘛 他们走了之后呢 师娘就赶紧整理一下 想到郭真家里去找朱青 一进门呢 这个门上的喜字都还贴着 然后桌上花花绿绿的 别人就新婚礼物还堆在那儿 只见这个朱青啊 窝在床头啊 哭得气不成声 身上呢 还穿着新婚的旗袍 然后他看到师娘来了 就抬起头 就是满脸泪花的 喊了一声师娘 然后师娘就叹了一口去 就说朱青啊 这是第一次分别 得习惯一下 头一次分离都是这样的 今天你不要开火做饭了 到我那去吃饭吧 之后呢 郭真和伟臣他们一去啊 就是没个准信了 就几个月之间 来来回回的都 一次都没有回过家门口 所以呢 师娘就开始教朱青打麻将 师娘就安慰朱青说啊 麻将是个好东西啊 不管有什么烦恼 你往那桌上一坐 只要一壶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但是朱青呢 他也爱不起来 就是满心满眼 想的都是过程 就整个人爱 每天都是郁郁广欢 时间长了之后呢 他稍微放开一点了 但是跟村里的人呢 还是不熟 所以师娘就一直 借着机会跟他说 这是张三哪一家 这是李四哪一家 他是谁的老婆 他怎么怎么样 就给他介绍村里的事情嘛 你可别错看了这些人 他们背后都经过了 一番历练呢 就说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啊 他已经嫁了四次了 他现在这个丈夫 和他前头那三个 同是一个小队里的人 一个死了 拖另一个 就这么沦下来的 他那些丈夫 原先都是好朋友 对他也算周到 还有啊 还有啊 就在你队关那个徐太太 徐家两兄弟都是十三大队里的 哥哥死了 弟弟就来警惕 原有的几个孩子啊 又是叔叔又是爸爸 叫了好久还叫不清楚 可是他们看着 都有说有笑的 哎呦我的姑娘 不笑难道要哭吗 要哭也不等现在哭了 彼时的朱青呢 还是不够理解 那些女人死了老公 怎么就能够这么淡然的 又改嫁 而且还能笑得出来呢 总之呢 他还是每天搭眼的村里 不想跟别人套近乎 时间就这么一晃而过 终于有一天来了消息 电话里说 伟臣他们会进步上海 可能会抽空 回南京看眼 收到这个消息 朱青立马跳起来 然后就开始各种打扫家里 里里外外 他的干干净净 鸡脚嘎啦里 那个灰啊弄得不得了 然后师娘就到了那个朱青家吧 就说行了朱青 就那么点灰 哎呀 郭枕他也看不见呢 然后朱青就不好意思笑笑 因为他太开心了 完了收拾完家里之后呢 他有各种隆重打扮嘛 书里就写 朱青梳洗过了 换上一件性黄色的长衫 头上还戴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 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 看着十分清新可洗 他满心欢喜的 就是等着郭枕峰回来嘛 可是从白天等到中午 从中午等到晚上 还是没有见到的人 结果到了很晚的时候 师娘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一直就说 他们来不及了 时间太短 回不来 就是说这一次呢 又不回来了 然后呢 师娘就没办法 就跑去跟朱青说了 朱青一听到这里 整个人就像完全泄掉了一口气 脸上的肌肉就不停的抽搐 不知道做什么反应 然后师娘就安慰他说 都是这样的 习惯就好了 朱青啊 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嘛 意思就是说 又是白等的一天 又是空等的一天 这一天一天 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然后师娘就叹了口气 意思就是说 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 不知道你要不要听 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 二十四个小时 那颗星都挂在天上 哪怕你眼睛朝天空 望出血来 那天上的人也未必知晓 他们就像那些铁鸟 忽而飞到东 忽而飞到西 你抓也抓不住 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 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 你就得横起心肠来 才担着住日后的风险呢 朱青听着这个话 就烈眼婆娑的看着师娘 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参透 还没有参透 之后呢 到了民国三十七年 就是师娘这边的战事 已经处处失利了 一天到晚的 这个村里家家都有凶训 不是死了这个恶号 就是死了那个恶号 然后师娘的整个心态 也崩起来了 所以他干脆不去想这个事 天天就是阻麻将局啊 把这个事情抛在脑后 主打一个弹劲 但是这一天 他正在打麻将的时候 住在朱青对面 这个徐太太就上气不接 下气跑过来说 不好了不好了 刚才总部派来消息说 郭整的飞机在徐州出了事 飞机跟人一起炸的粉碎 听到这里 西洋心里咯噔一响 连忙不好放下牌 就立刻冲到朱青家 还没进去 就远远看到他家里 三层外三层围的都是人呐 乌泱泱的 然后他就寄进去一看啊 只看朱青整个人 要死不活的在那里 头上包着白色绷带 然后绷带上面还印着血 他听到旁边一缺人 记得嘎啦啦就说 原来朱青刚收到 这个郭整出事的消息之后 整个人超级郭整的制服 就一个劲的往村外跑 说他要去找郭整 大家就死命拉住他嘛 他就死活不肯 然后头就往那个 门口那个电线杆上撞 一撞就撞出个大血窟窿 那个血就哗哗的流 然后大家赶紧把他抬回来 然后帮他包头 哎 师娘听了这里啊 心也在抖啊 于是书里就写 我走到朱青跟前 从别人手里 接过一碗姜汤 就用力敲开他那嘴 扎实的灌了几口进去 他的一张脸 像是滑破的鱼肚皮 一块白一块红 血汗斑斑 他的眼睛真的老大 目光却是涣散的 他没有哭 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 却一直开合着 喉头不断发出 一阵阵尖细的声音 好像一只虾耗子 被人踩得发出 吱吱的惨叫一般 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 他才渐渐地收住目光 有了几分知觉 之后呢 朱青就在床上啊 就握着起不来了 师娘因为担心他呢 就干脆搬到他屋子里 也跟他照顾了 好多个日夜 就连师娘打牌的时候 也干脆把牌 放在他前面 就不想让他一个人待着 因为这个时候 不能一个人待着 就怕他做傻事 朱青呢 每天不吃也不喝 就靠师娘 硬灌他一些汤水进去 没过几个礼拜 他就瘦得跟一个骷髅一样 两个眼睛就凹进去嘛 然后师娘实在是 看不下去了 他就说 朱青 若说你是为了郭枕 你就不该这般作奸自己 就是郭枕在地下 知道了也不能安心啊 朱青听了我的话 突然颤巍巍地 挣扎地坐起来 趁我点了两下头 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 他跌得粉身碎步 哪里还有知觉 他倒好 轰的一下便没了 我也死了 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 面上嘶哭嘶笑地扭曲起来 非常难看 就这么过了个把个月 师娘自己都快被拖垮了 累倒了 然后呢 朱青的家人呢 就从乡上来了嘛 然后他亲娘来到村里 看到半死不活的朱青啊 整个就是破口大骂 意思就是说 我叫他不要嫁给空军 不要嫁给空军 非得嫁给空军 现在好了吧 落在这种下场 他亲娘就一边说 一边把他从床上给拽起来 把他拖回了乡下 就在朱青走后没多久 战事蔓延到这里 师娘跟其他人 也落难逃出了南京了 然后到这里呢 小说的上半场就结束了 进入了下半场 这个小说是分上下两段 其实我觉得就是 朱青的上半场人生 跟下半场人类的 那么小说的下半部分 开头是这么写的 就师娘写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 逃亡到台湾去了 然后第一段是这么写的 说来到台北这些年 我一直都住在长春路 我们这个眷属区 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 可是和我以前 在南京住的那个 却毫无相干 里面的人 四面八方亲来的都有 反正我以前认识的那些人 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认识都是新的人 那么呢 也算是空军的 一个眷属区吧 那么总是有 各式各样的文艺活动 今天唱这个剧啊 明天排那个舞蹈啊 后天这个晚会啊 反正好不热闹 然后呢有一年又是一个 什么空军新生的游艺晚会嘛 师娘就带着他 隔壁邻居家的小女孩 就一起去看了 凑凑热闹嘛 到了这个晚会 哎呀男男女女 各种戏球 各种花 然后各种音乐 很热闹很热闹 多半呢都是年轻人 然后各种游戏 各种环节过了之后呢 就唱歌时间了 直见有一个非常 身材妖娆 风情万种的女人 走上了台 书里是这么形容的 正当乐队里和那些人 敲得十分迈进的道 有一个衣着 分外妖娆的女人 走了上来 她一站上去 底下便是一阵 轰雷般的贺打 她的风头 好像又比众人不同一些 那个女人站在台上 笑盈盈的 没有半点羞态 不慌不忙的 把麦克风调了一下 回头跟乐队一示意 然后呢就开始唱歌了 歌声响起来呀 风外动听 然后呢 那个凌家小女孩 就问师娘 师娘 她唱这首歌 叫什么呀 师娘就说 这首歌叫 是当时很有名的一首歌 这个女人呢 一头很砰的头发 她一边推着头发 然后一边在那边 用麦克风啊 唱得非常浪当 纸巾台上 响起这样的歌人 中山道一巴仙 七山道一巴仙 光有心 为皆有心 唱了三年好长进 她在台上 她在台上踏着 伦巴舞步 颠颠倒倒 扭得颇为梦朗 她穿着一身 透明紫砂 撒金片的乞讨 一双高关鞋 足足有三寸高 一扭 全身的金锁片 便闪闪发光起来 一曲唱完 下面喝彩声 足有半个时辰 于是她又随意 唱了首歌下来 哎呀 一下来 所有的小空气 全都哦了上去 哎就是把她 当女神一样的看待 师娘还想再听几个歌 哎结果那个 林家小女孩就说 师娘我们去 另外一个听玩吧 就追着她要走嘛 然后师娘刚走了 没几步 就突然听到 身后有人在叫她说 师娘 师娘就回过头一看 才发现 叫她的人 就是刚才在台上 唱东山腻把青的 那个女人 因为来到台北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人 叫过她师娘了 这里的人呢 都管她叫秦老太 没有人在叫她师娘了 所以这个人 是谁啊 师娘 我是周青啊 周青 对啊 周青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刚才在台上 看了你半天呢 哎 等会 马上就来 师娘 你把地址给我 过两天 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 我现在的牌 既可好呢 然后就这样 师娘把她的地址 留给了周青 周青就被那群 空军小子给拽走了 就人气可好呢 师娘站在原地 愣了半天 刚才呢 周青说 认了她半天 没认出来 其实是因为师娘 一夜之间白发了 书里就写啊 这些年光顾着逃命了 什么事情都懵懵懂懂的 也不知道黑天白日 不知道人都变成了什么样 其实在他们逃往台北这个路上啊 她的老公就是郭诚的老师嘛 也死了 书里是这么描写的 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 伟臣便病没了 可笑她在天上飞了一辈子 没有出事 坐在船上 却硬生生的病故了 她染了利己 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 她一断气 船上水手 便把她用麻包袋套起来 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 一起就到了海里去 我只听砰了一下 人便没了 打我 嫁给伟臣那天起 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 怎么样去收她的尸骨了 我早知道 像伟臣他们那种人 是活不过我的 倒是没料到 没了连她的尸骨也没收着 来到台湾 天天忙着过活 大路上的事情 竟逐渐淡忘了 老实说 要不是新生生又叛见朱青 我是不会想起她来的 没过几天呢 朱青果然就派了一辆计程车 来接师娘 去她的家打牌 然后一起来的 还有另外三个空军小伙子 然后他们就跟着朱青一起 师娘师娘的这么叫 然后呢 朱青就给师娘 一个介绍的三个男生 师娘啊 这个是流骚包 回头你看他打牌 使人那副骚样 你知道吧 这个呢 是开小儿科医院的 你就叫他 王小儿科就对了 他跟我们打了那么久麻将 就打不出一副好牌来 反正呢 朱青就是风情万种的 给师娘介绍他这三个空军小子 朱青是什么个模样呢 树里是这么形容的 他说 嗯 朱青肩上披着剪红毛衣 袖管子甩荡甩荡的 两桶膀子却露在外面 他的腰身竟变得异常风圆起来 皮色也细致多了 脸上画的十分入实 本来深就一对水盈盈的眼睛 此刻酷盼间露着许多风情似的 接着呢 朱青又给他介绍了旁边一个 哎 莫不作声 看上去非常羞涩的男孩子 这个呢 叫做小顾 小顾长得什么样子呢 书里说 小顾长得比仙头那两个体面很多 茁壮的身材 浓眉高鼻 人也厚实 不像前面那两个呢 就有嘴滑舌的 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 小顾就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替他搬桌椅啊 听他指挥啊 做一些重视 然后呢 过了一会儿 人都介绍完了嘛 朱青就从厨房端了一碗很大的鸡汤 其中一个油嘴滑舌的呢 就对着小顾说 哎 小顾你快点吃啊 你看大姐特地来炖了鸡汤 给你补补 小顾听了之后 撑的脸就红了 然后呢 朱青就做事要去打那个油嘴滑舌的小子 结果呢 另外一个小子喝了之后就说 哎 真是好喝 没想到有小顾在大姐的鸡汤呢 也变甜了 哎 结果一群人呢就是取笑 就是朱青跟这个小顾 所以没眼之间呢 师娘也在看懂了 这个小顾呢 跟朱青应该是有些个什么 然后朱青就跟师娘说 师娘你莫见怪 这些小子平时都被我惯坏了 然后他就跟这帮小子说 今天要不是有我师娘在 早就给你们的颜色瞧瞧了 老娘叫你们来 是伺候我师娘八圈的 谁知道平时都给你们一个 两个嘴巴都惯坏了 狗嘴唇无数象牙 然后呢其他男孩就笑的一个花 说着呢他就进厨房呢 去端菜了 小顾呢也紧跟着进去端菜了 那一天打牌呢就打得很开心 从那天之后呢 朱青就经常叫师娘去他们家打牌 朱青就跟师娘说啊 小顾呢就喜欢麻将 所以他经常帮他凑人数 小顾跟大家打牌的时候呢 朱青呢就不上桌 他呢就搬个椅坐在小兔后面 一边看他打牌 一边呢在旁边哼歌 从这一首调哼到那一首调 每首都哼得很好听 然后师娘就说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唱歌啊 朱青就说 这还不是来了台北之后太无聊 就在那个空军眷属去学会的嘛 反正呢他们就什么都不了 唯独就是没有聊当年的事 没有聊到窝枕的死 看朱青不说呢 师娘也不提 大家呢就过着在台北的好日子 这一天呢 师娘正好去信义东路 想买一些卤味 就没想到这个一品香的老板呢 就上气不接下气的 就跟那个师娘说 哎秦老太 你知不知道 朱小姐的那个小顾出事了 就上个礼拜 听说飞机在桃园机场 刚飞上去就整个砸了 啊我不知道呀 哎呀这事怎么说呢 好好的一个人 就一下子他们没了 那个小顾啊 至少在朱小姐家里 出入一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朱小姐还说 小顾是他干弟弟 但是两个人没来眼去的 总不像那回事 巷子里人都说 朱小姐喜欢吃童子鸡 专挑空军里的小伙子喜欢 哎这也不能怪他 谁让小顾身的这么好 性格又对朱小姐百依百顺的 我都替朱小姐难过呀 那师娘听了之后呢 就很着急 赶紧呢就赶到了朱青的家里 然后门链了半天呢 都没有人来理 他就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间哎 另一边的窗户窗帘 就被人拉开了嘛 只见这个朱青啊 这头上还插着很多 那个发卷 就说哎 你们来了 门没锁门没锁 你们直接从前面进来就好了 然后师娘就有点震惊 就赶紧就进了门 进了门之后 朱青是个什么状态呢 书里是这么写的 他说 他穿了一身粉红色的愁睡衣 捞起了裤脚管 敲起脚 哎在脚上干嘛 涂脚指加油 一头的发卷子呢 也没有卸下来 看见我们呢 就笑盈盈说 哎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 哎 指甲油没有干 所以我也不方便穿鞋 出去开门 让你们等了那么久 不好意思 来来来 快点坐 我炖了一锅好菜 等会一起吃啊 然后师娘整个人就 有 有点 有点懵 因为他 他们没有想到 呃 小顾没了 朱青会是这个反应 这跟当年 锅枕没了 那可是天壤之别呀 但是呢 他也不敢骑 于是他就愣愣的 进了屋开始就坐在那儿 等他就是弄菜嘛 朱青进了厨房之后呢 师娘也跟了进去 朱青就一边弄菜 然后呢 一边就自己开了这个话题 他说 小顾出了事 师娘应该听到了 嗯 刚才有点像老板娘告诉我 小顾这里呢 没有亲人 他的后事 就由我和他几个同学 料理清楚 昨天下午 我才把他的骨灰 用到了地坛公墓下的造物 看着朱青说这个 师娘呢 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书里就写啊 我站在朱青身后 瞅着他 没有说话 朱青脸上 没有湿脂粉 可是看着 还是异样的年轻爽朗 全部像三十来岁的妇人 大概他的双颊风云了 肌肤也紧滑了 岁月在他的脸上 好像刻不下来痕迹似的 我觉得我虽然比朱青大了一把年纪 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 可以开导他了 朱青利落地把豆腐翻了两下 就起了锅 然后端过来说 师娘 你看我这个麻婆豆腐 做得怎么样呀 师娘接过豆腐 默不作声的 就拿进屋了 这一天呢 大家还是打着麻将 然后朱青一边打麻将啊 一边哼着歌 哼的呢 还是那一首 东山一把情 好台北人中的一把情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朱青这个角色的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曾经跟他有过 类似的这种 万念俱灰的人生时刻吧 当然不是什么空军老公坠机死了 这种事情 事件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人生状态很像 就是你感觉天塌了 然后你整个世界都黑了 然后你活不下去 只想死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特别理解 朱青后来没死 但是重新活过来的那个状态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书 它是分上部跟下部 就这个故事 一把情的故事分上部和下部 其实也是意味着 朱青的人生分了上半场和下半场 那在上半场他出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还是一个 非常天真的 然后纯真的 羞涩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女性 不管是气质打扮呢 还是他彼时的观念呢 都是非常传统 非常守洁的一个状态 他爱上了郭枕 然后跟他在一起 但是结婚没多久之后 郭枕就是出去打仗了 然后也没有再在一起 一走就了之了 然后他留在村里的时候 师娘跟他说了 这些女人那些女人 都是曾经死了老公在改嫁的 但是彼时的他 根本就不了解 为什么那些女人 死了老公在改嫁的时候 还可以细平笑脸 还能笑得出来呢 在他看来是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彼时他的 守洁的这个观念 还是非常重的 他对爱情和婚姻 还是有着一种 非常执着的 一种托付的观念 他觉得他的幸福 他的快乐 是托付给他爱上了 这个人的 他爱上了郭枕 所以他把他的人生 交给了郭枕 他把他的喜怒爱乐 交给了郭枕 愿意跟他在一起 四十五一生 甚至跟家里人闹翻 然后呢 也要嫁给他 当时的他看来 爱情跟婚姻 应该是一体的 婚姻应该是建立在 爱情之上的 他人生的所有的喜怒 爱乐 应该是跟这个东西 都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那些改嫁了的女人 他们跟新老公 又没有爱情 他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 他们又是怎么能笑出来呢 比实在他并不理解 这些东西 但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当他经历过 郭枕一死了之 然后他万念俱黑 他的天塌了的时候 他才了解了 然后他后来 才会变成我们那个 看上去仿佛是 玩世不恭的女人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啊 就是如果没有 什么经历的人看 他可能会觉得 这只是一个女的 他失了一个 恋死老公之后 他开始变得 玩世不恭了 但为什么会变得 玩世不恭的这个点 必须要有经历过的人 他才能明白 就是当年轻的时候 或者你还是很稚嫩的时候 你把爱情 把快乐 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非常幼稚的行为 因为一旦 你寄托的这个人 你托付爱情 和托付婚姻 托付快乐的这个人 他一旦消失 你的世界就会 轰然崩塌 你就会万念俱黑 你所有的爱情也没了 你的快乐也没了 你甚至活下去的意义 都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 当时郭婷死了之后 朱青觉得整个天都塌了 他干脆想一死了之 一起去了 他为什么会说 他死了倒好 我还活着 但是我活着不如死了 那种痛苦的感觉 因为当时的朱青 他是不独立的 他把他所有的喜怒哀乐 他把快乐 婚姻爱情 全都托付在郭婷身上 当锅枕消失了 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也为止消失了 所以他的天塌了 但是我要说 如果你经历过这一筹 然后这些东西 最后没死 就是他 你最后活过来了 涅槃了 重生了之后 他就会让你变成 完全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人 就是如果你 到了那个人生的结果 你觉得天塌了 然后你也想去死 可是你并没有 一死成功了之 不论是你自己没死成 还是老天爷 没让你死成 还是怎么样 你经历过一个 漫长的修复过程之后 你慢慢慢慢 会重新找到 内心的自己 然后你会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的快乐 不是外求的 你的爱也不是外求的 你的爱和快乐 都是从你而求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后来小顾出世了 朱青并没有看上去 像当年那样 天塌了的感觉 你说他伤心吗 他悲伤吗 他肯定是悲伤的 酸涩的 只是他的表现形式 并不像以前 那么夸张 那么炙热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朱青 他已经认清了一件事情 就是快乐也好 爱也好 是从里面 自己比较自己的 他在经历过 跟朱青分别的 这个生离死别之后 他后面肯定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一段东西 书里直接留白了 就是他被妈妈 带回乡下之后 经过了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我们通过 生涯的视角 再去看到朱青的时候 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但他好像看上去 变了一个 很放浪的一个人 但是你说 他是装的放荡吗 我觉得不是 他是真的开心 他只是放开了 你知道吗 他只是放开了 活了 他明白 只要你还活着 快乐也是甜 悲伤也是一甜 你经历过 那个要死不活的 黑暗时期 你就会明白 就是痛苦啊 抑郁啊 就是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就是但凡你经历过那些 你就知道快乐 是多么宝贵和珍贵的东西 所以他活得 就是肆意妄为了 他就变成 看上去是一个放浪的女人 在那边 好像很风云的 然后在唱歌 就为什么他后来 好像变得比以前风云了 漂亮的美丽的 是因为他想开了 就经历过这些东西之后 他涅槃了 他不再去到外 寻求爱啊 快乐什么 他自己给自己的这些东西 当然他还可以继续去爱 继续去谈恋爱也好 去干嘛也好 包括他喜欢小顾也好 你看他后来不是有人说吗 他总是喜欢控制你的小子 就他还是会去恋爱 只是说他不把所有这些东西 寄托在别人身上 他成为了一个 我觉得他是蜕变成了一个 就是成熟的女性 当然了 这种成熟是需要代价的 可能有的人 他一辈子都不会经历过这种蜕变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经历过 大风大浪 你可能就一直是一个那种 单纯的 就是像最开始的那样 他的一个对婚姻很终结 对一个人的感情观是那样的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相信他的感情观 他的人生观 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Anyway就是我自己理解的 朱青的一个变化和状态 我不让别人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是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就是 很能理解他的这个变化 因为你经历过 治安时刻之后 你才会格外地 去享受快乐的时光 所以别人看起来觉得 你怎么这么活得 就是张牙无掌 活得那么肆意妄为 那是因为你经历过 差点死去的时刻 但是你现在没有死去 就像英文里我们说的那一句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只要那些没有把你杀死的东西 到最后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我觉得朱青就是后来的这个状态 但是他依然会伤痛 会酸涩 你看他后来在 沉豆腐的时候 不是有露出一次这样的情绪吗 但是他已经比以前强了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朱青了 所以他那个整个状态呈现出来 是一个让师娘觉得 Wow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的状态了 我虽然比他大这么多年纪 但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了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朱青已经活得比我都通透了 他早年参不透 师娘的那些话 但他现在已经参透了 他把人生给参透了 所以他呈现出这个状态 这就是我 从一把亲里感受到 所以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故事的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差不多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听台北人当中 其他的短片故事 或者是想听其他的什么民国故事 或者是好听的小说 都欢迎告诉我 那么我是Paco 我们下个故事的精彩世界里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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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